我是云飞 这两天还是有网友发信息问 这个羊架是否会持续下滑 刚开始养羊 是不是准备要赔钱了 羊架这个东西 谁也不能准确的去换贷 按照目前的情况 玉平羊的价格是下滑 但是这个羊的成本 还有这个羊肉的价格 还没有太大的波动 还需要找到一个 持续的平衡的平衡点 之前我曾经也有说过 羊架稍微的变动 对我们这些小养之户 尤其是做繁殖羊的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们一般养那个几十只 或者是一二百只 羊的数量不算太大 即使一斤掉个五六块钱 我们也不会大量的去卖 就是卖了能赔多少钱 话又说过来了 如果一斤涨个五六块钱 我们就一定会大量的去卖嘛 我们还在羊的发展道路上 还在发展这个羊的基础模价 我当时一三年进羊的时候 价格也是比较高 然后一四年就开始价格下滑 持续的下滑 那个价格别的时候比这要低 那时候便宜的时候达到了那个八九块钱 不过慢慢的也就是扛过来了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扛过来了就过 扛不过来你就估计就掉下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可以去数据一些这些免费的草资源 减少一些这个成本的开支 这个是比较现实的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把羊养好 羊养好了 到这个羊架持育回温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翻转 如果羊养不好 到时候羊架持育回温了 你拿什么去翻转 那就玩要开大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